去一家环境特别好的店 去吃一顿霸王餐 这次呢是大众点评里种的 吃这顿饭不用钱 只要给他写一条点评就行了 点评呢我早就写过了 顺便还拍了这家店的视频给大家看看 这真的是一家环境超级超级好的店 我觉得很适合情侣约会啊 或者是相亲啊 或者是小姐妹在这里喝下午茶 因为他这个装修就非常的古色古香 我觉得来这里拍写真都是没问题的 他们家的位置特别好 在无锡的市中心三阳广场的小楼巷里头 因为装修实在太好了 现在已经是大众点评商的网红店了 价格倒也不是很贵 如果喝杯茶的话大概是29块钱 如果说是几人点心套餐的话 人均大概五六十吧 在这样的环境下吃饭 我觉得这五六十花的还是挺值的 大众点评的霸王餐呢 其实我是经常种的 这家店呢也确实不是掐饭或者广告 发自内心的觉得他们店环境是真的不错 这种装修我感觉几乎就是饭店的样板间吧 上面看呢感觉很古典 里头呢又很现代 这里啊对服务员真的是高标准严要求 服务态度真的超级的好 你要是坐在那种比较矮的凳子上 他都要蹲下来跟你讲话 搞得人还很不好意思 我这回呢种的是他的海南鸡饭套餐 然后呢就这么几样 一个沙拉 然后还有一个鸡汤 再有呢就是一份鸡饭了 这个沙拉吧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 属于品种比较丰富 然后加的是培煎芝麻酱 这个芝麻酱我感觉口味非常像秋比的 不知道是买的秋比的呢 还是调了秋比一样的味道 总之还是挺好吃的 我自己在家也会用这些东西做沙拉 因为我不是刚刚去过那个海南三亚吗 南三亚有一种特别有名的鸡叫文昌鸡 我觉得和这里的鸡样子有点相似 就是那种鸡皮非常黄的 肉质吃起来也还是挺不错的 他给了三种料汁 中间那一种黑黑的呢是甜面酱 左边的呢是蒜泥 右边的呢是甜辣酱 三种酱配鸡都挺好吃的 我本来以为这种店嘛 你肯定就是吃个环境 饭的话不会太好吃 但其实他们家饭还挺好吃的 米饭呢非常的一粒一粒 晶莹剔透的 虽然好吃 但是不会粘在一起 鸡的话我基本可以确定 它就是海南文昌鸡了 肉质真的很不错 跟普通那种白鱼鸡 绝对是不一样的 再配上各种酱汁 我呢之前在新加坡吃过 在海南也吃过 我觉得同样价位来说 这一份鸡饭大概是几十块钱吧 它比同样价位的新加坡的海南鸡饭 要好吃多了 而且又在环境这么好的地方 我觉得我对这家店的评价啊 是我会带家人再来尝尝的 主要就是因为它这个环境实在是太好了 是一个走遍全国的旅游博主 无信呢是我的大本营 欢迎大家关注我一下 我会分享全国各大城市的旅行攻略等 下一站我会去